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刚刚公布了学生分发至哪一间高中 有些学生和家长可能高兴 有人也有点失望 但是相信这一切都有上帝美意 不论考上哪一间学校 都需要重新适应 距离的问题跟国中差很多 搭车的方式也不一样 就算是原校直升到高中部 所遇到的学生和老师也都不一样 期待每一位学生甚至家长都能够适应新的环境 我们也一起来为他们带导 亲爱的天目上帝 我们恳求你施恩在这即将升上高中的学生 使他们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和繁重的课业 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都可以祷告祈求你的帮助 有些人必须要更早起床 有些家长必须开始接送孩子 在生活方式转变之下 可以不受这些外在的因素的搅乱 学生们可以在学校寻觅到好的基督徒 一同祷告 彼此互相扶持 有好的老师教导 课业和生活的辅导 在高中时期更能找到自己的专长和强项 在知识的学习和人际关系的成长方面 都能够突破和进步 在信仰方面更能够愿意坚持 不论在教会 家庭 学校 都能够有好的见证和学习 我们这样祷告 来是奉靠耶稣基督圣明求 阿们